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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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我們這堂課大概主要是 應該說這一學期系列課程大概都是講個十五 大概有可能的傳染病跟食物上防治有相關的議題 所以當然就是找我們 主要是找我們CDC的人 就是平常真的有在接觸 食物傳染病防治的人來跟你講說 大概真的在課堂上講的跟實際上做的到底是怎樣 那當然有一部分是要講說 目前真的有在實際推行的政策大概是哪些 那今天主要講的題目是 性傳染病跟艾滋病防治策略 那現在我們要知道一個 通常我們要知道一個傳染病的狀況 第一步大概還是要列明這個疾病它對我們的衝擊大概是怎樣 就是它的程度大概是怎樣 那我相信你們當陰病是公關衛生 那當然你在面對很多疾病的時候 應該要問的問題是說這個疾病到底這個問題到底是問題 我想大家應該先提個先提反應這樣的問題 如果這個問題不是問題的話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面對它 所以主要說這不是一個問題的話根本不用去解決它 也不需要去解決它就不是問題嘛 不需要去面對嘛 那至於 最容易想 這個問題是 這個 你有所遇到的問題是一個問題的話 我相信大家應該有很多想法 你覺得怎樣的 你碰到怎樣公關衛生的議題 你覺得才是一個問題才要去處理嘛 那以疾病來說 第一個答案通常會以一個疾病 它的所牽涉到的 比如說不管是它的嚴重度啊 或是它所牽涉到的範圍啊 人數啊等等啊 人時地啊 通常大概也是這種概念說 這種我們還比較會需要注意嘛 所以通常我們講到性傳染病的防治 大家也會講說這個性傳染病它到底問題是怎樣 也許有人對性傳染病不一定有了解嘛 也許大家所關注的領域 不一定都是在傳染病為主嘛 傳染病有很多種嘛 那性傳染病也許就是其中一項 也許對性傳染病不是很熟悉啦 這個圖很簡單嘛 就是一個世界地圖嘛 大概是解釋說 目前 它的意思就是說 世界上到底這個STI Sacial Transmitted Infection 它到底是狀況是怎樣 那這裡指的是可以治癒的啦 通常就是講說臨病沒毒等等 不包括艾滋啦 就是都可以治癒的 那到底狀況是怎樣 那當然按照各個國家不同的分布 可能每個國家國情啊 地區的狀況不太一樣 不過看起來 在2008年的時候它是說 大概有499個Million嘛 就是大概是5億人啦 5億人被會受到這樣疾病的一個威脅 那大家想想說5億人算多不多啦 5億人 嗯 一個狀況假如會想到5億人啊 我相信這個應該就是算一個蠻重要的議題啦 所以那2008年的話 那到現在為止啦 性傳病的趨勢在世界上來說 大概就是 上升了啦 所以相信現在是不只5億人啊 不只5億人喔 那其實性傳病有很多種喔 那我們只是總括來說 性傳病、性傳病喔 事實上 呃 性傳病它通常會分離這幾 呃 大概有這些啦 當然可能更多喔 反正感染症大概就是一個 就是細菌嘛 通常有病原體嘛 我們用病原來分齁 就像我們有些疾病會用病因來分齁 那傳病的病因大概就是病原 有細菌啊 病毒啊 激生蟲 黴菌啊 還有原蟲等等 都算是一個性傳病齁 它的病原體啊 那我特別圈起來的3種 大概就是 目前國家有在特別把它放進傳染病通報的疾病喔 大家知道大概就是3種啊 就靈病、梅毒跟 呃 艾滋病齁 那 靈病、梅毒算細菌啊 艾滋病算病毒啊 當然其他疾病 呃 雖然沒有放進法律傳染病 可是臨床跟公共衛生上都會碰到啦 不是說 不放進法律傳染病的通報 就代表這個疾病不存在喔 還是存在的 那大概就是有 呃 靈病人啊 披菌啊 或者是說一些 呃 以說病毒來說的話 事實上 什麼炮枕病毒啊 還有大家可能聽過什麼 柴花病毒啊 人類乳圖病毒 當然 像肝炎也是一種性傳染病啦 大家如果 可以 想像一下說 C肝B肝 我們認為也是性傳染病的一種啦 好 那畢竟他傳染途徑是一樣啦 血液體液傳染 那當然還有什麼是陰道蹄蟲 那可能女生常見的 就 女生性病也比較常見的齁 大概還有其他面租菌等等 所以像是 整個傳染病的 性傳染病他的範圍是很廣泛的齁 是很多 都有可能齁 當然我們不用 當然我們不用去管他的治療 什麼治療 這不是我們今天所要關注的話題齁 那不過今天大概既然是 畢竟他是有 這麼多傳染病 我們大概會把 離病酶毒跟這個 HIV特別挑出來講齁 畢竟他也是我們國家所關注的一個 統合衛生議題齁 後面會再 跟大家做一些說明 其實今天題目叫做性傳染病跟艾滋病 不過重點還是說還是在艾滋病的防治齁 那為什麼艾滋病的防治那麼重要呢 以全球的觀點來看齁 目前艾滋病影響到人數大概三千五百萬齁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剛剛講的性傳染病大概是四億了 四億九千萬嘛 當然現在應該是更多 那雖然艾滋病所影響的人數沒有整個性傳染病那麼多 但不一定他是性傳染病的一種 而且他的麻煩在於說 他是目前是無法治癒的 跟剛剛那前面講的不太一樣 那目前全世界會影響到到三千五百萬人 那你覺得三千五百萬人算不算是個議題呢 也是影響蠻多人啦 比台灣還多啦 其實台灣兩千三百 兩千四百萬 那比較特別是說 為什麼我們現在的趨勢大概說 性感人、HIV的人數大概是每年兩百多萬 死亡人數一百五十萬 那大家看到這個數字應該會想說 那是不是就是一個兩百億減一百五 是不是每年大概還是 雖然死亡還是很多 可是每年大概是六十萬人會存活啦 就有這樣的趨勢喔 所以目前的愛次感人數是逐年增加 這是可以確定的事實啦 就每年都是增加的喔 但是 新感人數 它增加幅度也許是減少 比如說 去年可能是兩百二十萬 今天就變兩百一十萬 明年兩百萬 就整個 全球來講的話 新感人數是減少的 那新感人死亡 新死亡人數也是減少 所以整個看起來 整個趨勢是往下的 不管是新增加感人數啊 或是新死亡人數實在是往下跑的 不過因為兩個這樣加起來是正數 所以整個存活人數還是增加 這是一個目前面對的問題 所以目前你面對到就是說 整個愛次病的存活人數是增加的 是目前這個愛次病的一個現況 那比較被關注的大概是在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非洲地區跟這個 那非洲地區跟我們很遙遠 非洲就佔了一半的人以上 這邊是兩千四百萬 那當然還有其他國家 第二個嚴重的地區大概就是東亞亞地區 這可能跟我們比較接近的 東亞地區 太平洋地區 大概有五百萬人 那台灣也算是這個區域的一個國家 所以說 目前 愛次病大概對我們來說 應該說是個全世界都面臨的一個問題 不是單單局限於某一個國家的議題 這樣子 那大家會覺得說 那性傳染病為什麼愛次要特別拿出來講 事實上 也可以這樣說 這兩個 HIV就是性傳染病的一種 那其他的性命本身 他是得到HIV的一個risk 這樣怎麼說 這會從不同研究 就是說 假如說你曾經得到性病的話 或是你有性病的話 你得到HIV的基於醫治 不管是用 研究方法 Rx Ratio或Rx Risk都是增加的 那可能大家可以看到都是 都是好幾倍的差別 理論大概是兩個 第一個說 性傳染病通常都是在生殖器官上的疾病 那大家知道生殖器官通常都是會造成一些 表面的表皮的受損 病造到也怎樣 不管是零病沒遇 通常都是在 皮膚黏膜 或者是性器官黏膜 等等造成破損 傷口等等 傷害 因為他的表皮的黏膜破損 容易造成疾病的侵入 所以大概第一個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說 你受傷之後 你會有什麼反應嗎 大家可以看到說你傷口就會痛嗎 紅嗎 腫嗎 可能會流膿嗎 等等 所以就是說 我們因為有傷口 所以我們白血球就會跑過去那邊 對抗細菌的入侵 對抗細菌的入侵 那當然又要有觀念 就是說 HIV就是 對抗的目標就是白血球細胞這種一種 所以你當年有很多白血球細胞 聚集過來的時候 它能對付的 它的目標就很多 就很多地方可以讓它侵入 所以說是整個 這大概是以下兩種原因造成說 假如說有STI的話 本身對於HIV的傳染病是有增加的 會增加的 所以在防治愛滋這一塊 防治其他性傳染病也是重要的一款 不能就是偏費 不能只是談愛滋防治 你要把整個性傳染病的防治 都要因列入考慮 因為當你性傳染病的 有控制好的話 對於整個HIV的控制也是有幫助的 另外一個觀念是說 不管HIV或其他性傳染病 它的傳染毒性就一樣的 都是要性接觸傳染 那就是 所以你 假如說你在這一塊做好防治 因為這樣就是 有點一間二故 可以防範任何 因性行為傳染的疾病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在 可是性傳染病的防治 我覺得很大的問題在於說 我覺得它跟其他疾病有點不太一樣 它牽引到一個人性的問題 當然很多疾病也跟人性有關係 比如說你說過重 過重也跟人性有關係 就是大家喜歡吃 我在這邊都提到食色性 我記得不知道是誰講過 假如說你的病從口入 很多疾病假如說你真的好好的 注意飲食、食品、安全、衛生的話 可以消滅很多疾病 包括營養在內 營養如果是OK的話 很多疾病都會因死而消 都會因死而消 都會因死而消 都會控制 但是重點就在於說 我們人對食物的抵抗是沒有辦法 對 大家也知道說生吃不好 可是生吃有東西就是生吃才好吃 那你要怎麼辦 除非你不吃啊 不吃生魚片啊 那可能就不會得到什麼 諾諾病毒等等感染 可是你要 那是不是就不能 享受那個食物的美味 大家有這樣意思 所以說這時候是有點兩難 所以當你牽涉到人性的時候 你對一些疾病防治就有點困難 那 這孔子說的 另外還有一句話叫 飲食男女人是大喻醇醃 原來是說 呃 大家可以想像到 你有很多傳染病 事實上大概就跟 真的跟 很早前 古人就這樣 應該說 很早前就提到說 這個飲食啊 食物啊 這個東西真的是 很難去避免 那 男女當然是指說一些男女關係 就是這些行為是人生 人存活本來就具有的行為 那假如說有一些疾病 會經由這樣的行為傳播的話 那你要去 徹底解決的話 但 最 狠的方法就是 直接斷絕這個嘛 就是斷絕不要男女關係 不要隱私 可是這樣人會怎樣 人就沒有亡 所以就是說 我們在面對這樣一個 會跟人性比較有關係的 一個傳染病的 一個疾病的控制 有時候也要談一下人性的問題 你不能單從公共衛生的角度 很學術的角度 說 疾病控制就是三端五疾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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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把人性考慮進去的話 老實說你對於疾病的防治 有時候常常是事被公辦 事被公辦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我覺得可以談一談性傳染病的就醫模式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你如果 可以幾個問題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自己可以想說 你什麼 什麼樣的情況下 你會覺得自己得到性病嗎 不用講出來 你就自己在心中想說 你有什麼情況 你覺得你會懷疑自己得到性病 那你得到性病 你懷疑自己得到性病之後 你會不會去看醫生呢 那你去看醫生的時候 你會跟他講說 我懷疑得了性病 你會很明白的講說 我覺得我可能是得了什麼什麼關係 你會很明白的講嗎 還是你會呃 呃 發燒等等 會這樣跟醫生講嗎 那你會說 那你應該是感冒 看一看一看 然後就看要吃這樣子 可是假設說你是 假設說你是 一次得到性病 你覺得你 是不是那個感覺好像就不太一樣 你會想說一命就是疾病 那你會很大方說 昨天 我覺得我生 可能說 我前幾天跟發生什麼關係 然後昨天開始生日期又怎樣 開始你有東西 我發現自己得了性病 你會覺得很順的這樣講出來嗎 好像不太一定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 比如說大家可以看到最上面那個圖嗎 真的有性病有那麼多人 有一些疾病是沒有症狀的啦 比如說沒毒的部分是沒有症狀 或是症狀不明顯你也不會去發現 但是還是有生病 那你可能就有發現到 可能就是這些人 那你真的會去看病呢 就掉下來了 那我覺得真的會不會是診斷呢 正確診斷會不會掉下來了 因為有時候 診斷有兩個方面 一個是說醫生的經驗不足啦 第二個是說你 病人提供資訊不足啦 有時候我們還蠻相信病人講的話 可是他假如提供資訊不足的話 你對診斷就不一定會正確啦 不一定會正確 好那再來就是診斷不足嘛 然後說現在醫療方面 不一定每個醫生對性病都很了解 但性病不像感冒一樣大家都會看 那當然有很多原因 可能是說有的醫生不想碰性病這一塊 或者說他們對性病比較不熟悉等等 都有可能 所以正確的治療可能就是在前一部分 那最後治療完成了 那這種很常見的就是說 大家也知道嗎 當我們去看醫生 你每次開藥開完之後 你是不是覺得好了就不吃了嗎 可是有些疾病不是這樣子 他是真的要有個療程治好 有些是沒有完全治好 可能會再復發 是有這樣的原因 不過好家在大部分的性病傳染病 他的治療目前都發展成 一次就治好了 就是說你要去吃藥 吃一次就可以治好 這樣很多傳染病 有一些傳染病是這樣子 那就治好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 哇是不是就 這樣看到就是說 那性病傳染病 真的就好像不是每個人都會得到治療 那很多社會心理的因素等等 那真的要到最後求診的話 因為有的疾病也會自己好 或者說有的疾病他一開始有症狀 他不去治療他也會好 可是身上還是有病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這是性傳染病有些 你很討厭的地方 所以實際情況是怎樣 那我們剛剛講過 會以三個疾病來做一個例子 那我先HIV來講 身為公共衛生的公衛人 應該要知道說 台灣目前HIV的狀況是怎樣 反而記得 大概就是目前呢 有三萬 這到七月的數字 反正就是說有三萬多 三萬位以上的感染者 然後死亡大概死了 大概快四千八百位 所以大概就是兩萬 大概兩萬六千人 兩萬六這樣 大概兩萬六的人 生活在台灣各個角落 大家有這樣的印象就好 因為我記得以前還問過 就是說 覺得說台灣的感染者 帶有多少人呢 真的不懂 你們說不懂 就是如果沒有注意 或是沒有一些概念的話 就真的就不太一樣 比如說兩千 兩萬 二十萬 都不太一樣 數字都不太一樣 都會差距很大 所以印象就是說 目前就是台灣兩萬多會感染者 那兩萬多會是不是個問題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兩萬多會 多還是少呢 看跟什麼比 我覺得這就是相對來說 你跟什麼病比 比起洗腎人 我記得好像好幾萬人 算多嗎 不多嗎 可是你比起一些 罕見疾病人多嗎 好像不少 兩萬多人實際上是蠻龐大的 也算蠻龐大的 也算蠻龐大的 就是說目前大概兩萬多會感染者 那當然感染者跟發病者 就是說 這個感染是說 有感染的人 我大概不知道對HIV的認識是怎樣 HIV感染之後呢 剛剛講過它會破壞你的免疫細胞 攻擊你的白血球 所以一開始不一定有什麼症狀 可是當你體內白血球被消耗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你抵抗就比較差 就容易產生一些 特殊的疾病 這個時候叫發病 所以有兩個概念 一個叫做HIV Infection 一個叫做AIDS 就是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所以一開始感染的時候免疫沒有問題 沒什麼問題 等到一定程度之後 免疫發生問題 免疫缺損之後 才叫AIDS發病 通常這樣 不管是講AIDS 癌滋病 發病 通常都是講免疫差的時候 那一開始如果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大概都講HIV Infection 不過目前大部分人都是把它混用 也不用那麼講究去分 HIV感染 艾滋病 你得AIDS AIDS病毒 講的大概都是一樣的事情 不過大家有這個概念 實際上應該有這個概念 台灣目前的狀況以男生居多 男生是 兩萬多人 女生是1800 那可能各個的 他的傳染性可能不太一樣 那這個有幾個觀念可以釐清啦 大概就是說 我是覺得說大家 應該是說 艾滋病不是說只有男生會得的疾病啦 有人會有這種迷思 那第二個是說 艾滋病不是只有同性戀才會得的疾病啦 就是有些人在一些想法還是怎樣 只是說多或少而已 不是說就不會得啦 比如說有人 有人可能會有 之前有去講 應該說有一些迷思 比如說 我不是 我是異性戀 而且我不用毒品 所以我不會得AIDS啦 這是一種迷思的說法 大家可以想想他講的對不對 所以說 台灣雖然說男生多於女生 但是不是說女生不會得啦 另外來說 然後你要說女生是 女生可能是同性戀沒有錯啦 是沒有錯啦 那看女性的感染突進大概要兩個 第一個主要是說 她是因為性行為穿 一半是因為肌膜藥癌穿 注射要癌者 那男性方面的話 大概目前 男性性行為大概佔六成 注射要癌的大概佔的 有一成 一成多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一些其他的感染 異性戀大概佔22% 大概這樣 應該說注射要癌者是在22% 一成多大概16% 不過也差不多啦 意思是說 不是說一定是怎樣一定是怎樣 肌膜藥癌沒有這樣 你只要有 性傳染病的特色就是 他是性傳染病 只要你有性行為的話 就可能會造成這樣基本的傳播 除非你說你是無性生活 完全無性 那也許你不會得到性傳染病 也許啦 但是 如果你有性行為 你傳染的機遇每個人都有可能 只是說機率多或少而已 那這可能是 有時候劉璧商會探討 是否在這邊氣咎 那以危險技術來講的話 當然目前最多還是以性行為為主 以台灣的線外來講 可是每個國家線外不太一樣 所以假如說大家有興趣研究其他國家的話 有些國家可能是 進來要引阻止疫情佔比較多數 有的可能是一新間性行為等等 那台灣的話 跟其他比較 以開發國家大約是 哪一間性行為佔比較多數 那一間性行為也就是有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條線大概是 南間性行為主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大概是 當年進來注射藥羽的疫情 造成的疾病人數增加 不過後來 目前比較趨緩的趨勢 那一新的災難 就是大概都有自己的程度 那2015年7月 就是2015年整個到 1月到7月大概說 近年南南間性行為者 頂端是我們需要關注的一群人 是沒有錯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在看這種 統計表或是這種 流病的趨勢 有時候就可以想 給我們一些Hinter 就可以知道說我們現在 如果要做一些疾病的防治的話 它的對象或是重點 可能要放在哪一邊 哪一邊 你看到這種圖 它就會有到這種想法 那另外一個是年齡齁 那年齡的分佈來說的話 目前台灣 大概是以年輕族群為主 大概看到說 25到34歲是綠色的 紅色是15到24歲 所以大概 反正你就想齁 性刷裡面的特色就是說齁 如果是講說 什麼 呃 比如說什麼 癌症的流行趨勢 是不是應該是說 好像年紀大人 越有 得的機會比較大吧 可是有些疾病的話 就年輕人比較常見吧 比如說 什麼SLE 瘋絲性關鍵炎 或者是 就是瘋絲免科的疾病來說 好像是比較年輕人 失誤 腎群率比較 比較高 性症癌病來講 通常都是以 比較年輕族群 的流行為主 因為你可以想說 它是性症癌病 那性生活藥 的時候 當然可能 當然就是 會造成這種疾病傳播的 一個年齡層 比較容易發生了一個年齡層 只是比較讓我們 所擔心的是說 诶 15到24歲 這個算是第二個 第二多年齡層 進來的新感染者 大概就以這樣為主 15到24歲 就是什麼樣的年紀呢 就是你們的年紀 就是現在你們這個年紀 不過大部分還是以20到20歲 就是以大學生為主 雖然這是話是說 15到24歲 但原則上 大學生以下的人還是很少 很少 所以主要還是在高大學生 比較多 比較多 那你看以今年來看的話 你看還是一樣吧 20幾歲是這樣的 正門 20幾 3幾在這裡 10幾到20幾在這邊 所以大概就是 從20幾歲 3幾 大概就是目前HIP肝 比較會受到影響的年齡層 這圖就可以比較了解一點 直接看男生 就是我剛剛講說 雖然說15到24歲是第二多 但原則上你可以看 切細一點 20到24歲佔了 今年新感人數的27% 算第一名 第二名才是25到29歲 所以大概這樣 女性的趨勢大概也是在其中間 所以你這樣會有什麼想法的 我剛剛提到說 我剛剛說看這圖就要知道說 你現在所面臨的情況在哪邊嗎 所以這個圖就顯示說 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是一個 年輕化的一個趨勢 那你要對於哪些族群做相對的方式 作為呢 當然年輕人 年輕人為主 因為它是在年輕人發生的疾病 所以真的很好去做一些理解 另外講到臨病的疫情 那如果 比如說如果我問大家說 你知道每一年臨病有多少人嗎 那可能大家也都 可能要開始猜 兩百兩千等等 大概臨病大概是 目前每年大概是兩千多人 兩千多人 剛剛愛知病王講 每年大概也是兩千多人 近年來大概兩千多人 臨病也是兩千多人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趨勢也是一樣 大部分就是這個趨勢 是往上的趨勢 所以這個整個世界 當然這有很多原因 但可能說 因為人口越來越多 得疾病痕癌越來越多 那有人可能說 現在大家比較性開放 得性傳病的比較多 當然很多原因 或者是可以說 現在診斷工具比較好 所以疾病也變得多 像醫療院所比較多 大家對自身的意識 健康意識比較高層 比較會去看醫生 比較容易診斷 當然很多理由 不過整個性傳病區 很多性傳病幾乎 都是每個國家都是上升的 都是上升的 所以這是大家從來面臨的一個問題 那裡面看起來狀況也是一樣 所以顏色原則上是一樣 大約所以就是說 原則上就是以年輕人 比較會得到的疾病 你看 前面三個幾乎都是15歲到44歲 45到50歲也許還有 你看65歲以上幾乎都被打趴在地上 就是 很少聽到65歲的性 就是 你說你要談哪個性傳病 就比較不會去談65歲以上的性病 就 當然不是說不會有性病 只是說這比較少見 那美毒 美毒就 一樣的問題 美毒大概有多少人吧 原則上大概就是7 7千人 7千人 每年大概7千人 近年來是這樣子 可是 大家可以看到趨勢也是往上的嘛 當然理由可能跟我剛剛講的也是一樣 但男女也是有比 男生女生 不管怎樣 目前性傳病來台灣趨勢看起來說 這男生都比較多啦 可是這個話有點弔詭了 這也不是完全正確 應該是說 如果以靈病艾滋病跟美毒來說的話 台灣目前通報的數以男生居多 這樣講可能比較公允啦 那可能又可以探討說 為什麼男生比較能得性病啊 這樣講 那是不是男生比較 當然很多解釋啦 什麼男生交往比較複雜 還是說男生比較 什麼什麼 信送比較活躍啊等等 很多理由啦 可是 可是有些疾病特別沒有列上去啊 如果我是列出 陰道低從在台灣的流行驅使的話 那就是女生很多啊 就是女生站比較多啊 不是說男生不會有陰道低從 但是男生 就真的比較少 很少啦 所以說 每個性傳病 他的男女比也都不一樣 他背後大概有 相對應的一些原因啊 我就不在這邊特別細久 不過以這個三段穿病來說的話 原來 男生刀多於女生是沒有錯啊 可是女生 是不是不會得性病 不是啊 也是有一定的比例 也是有一定的比例 大家有這個印象 因為在有性 生活的人 就有性傳病的一個風險啊 那 那不管你在年齡層的差距來說 原來上也是一樣 這年輕族群比較多 這我就不特別細講 直接跳過 我這邊可以跟大家特別講一下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齁 我剛剛是不是講說 六十五歲以上得性病 是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大家看這個圖會覺得很奇怪的事情 為什麼女性六十五歲以上 像是獨佔凹頭啊 怎麼會那麼多 六十五歲以上的女生得性病 這就是得美毒啊 大家不覺得很奇怪 當然跟她的一個通報的定義有關係啊 這種穿病有時候要看她的 她到底是 她的定義是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 要說美毒它是抽血診斷的 而美毒的抽血 你得過美毒之後 你一輩子 體內可能會有一個印記 就是說你會有 一輩子都驗得到美毒 就算你好了 因為它是驗抗體的概念 就是說你得過這個病之後 身體產生抗體了 所以我們是間接去測這個抗體 代表說你得過這個病了 所以假如說你以後測的話 也可能這個抗體還是存在 但代表你現在有沒有疾病了 不代表你現在有疾病了 你已經好了 只說你體內是有這樣的抗體 所以說如果要抗體做診斷 它就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你 你都搞不清楚說 大概是以前得病還是現在得病 那我們常常去做健康檢查 比較常見到就是說 有個70歲的老媽媽 她要轉去愛癢院 然後幫她做一些檢查 台灣很多愛癢院都喜歡抽黴毒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怕被傳 台灣就是怕傳染病 怕被傳染給其他的人 先不管這些 那 越傳陽性 那可能就會跟家屬講這個事情 那家屬會講說 不可能啊 我媽 反正講我 通常講說 我媽媽已經多年臥床 沒有性行為 或是說她已經手寡很久了 沒有什麼性行為 怎麼會有這樣子 不可能厭錯 什麼東西 那解釋就是說 只要你以前有性行為 這樣就會 現在就會有 大家一直這樣 這不一定準 大家有知道這個嗎 所以說現在性傳染病 我覺得應該 我們要面對了一個了解 就是說到底現在 因為我講過現在年輕人 是我們比較防治中華的一個族群 那他們到底對於性傳染病 他們的了解 到底是怎樣呢 那這些有一些相對的調查 如果大家今天上完課之後 如果你對於性病有疑問的話 你會怎麼做 打開電腦 Google 打性病這樣子 對不對 你會去問媽媽 你會去問父母嗎 不會吧 應該沒有半個人會這樣做 你會去問老師嗎 好像不太會 反正 朋友同學 或者性知識的來源 意為求助中華管道 其次為學校 這個時候同才間的關係 是很重要的 當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他也會去問同學 比較難去問父母 學校不一定 大概是這樣子 那網路適用情形 你看 這個調查也覺得蠻特別 四分之一 中小學生認為 網友比同學輕 有更了解自己 那可能就是大家上完年齡層 也比較輕 他上完普及地也多 上完時間也多 那可能就是 就是網路現在 我覺得現在有社會一個特性 那有些人說 現在網路的方便性 助長很多犯罪的事實 也助長很多傳染病 我覺得說不能用助長傳染病 應該是說改變這個傳染病的樣貌 我覺得這樣講比較合理 高中職學生有70% 曾接觸網路色情 那大家可以想到說 你有沒有看過色情網路 我相信應該是99% 然後高中職 高中職四層男性五層女性上網 即將疫情朋友 反正網路它是一個管道 可以做很多跟性有關的東西 但我講的性不僅是講 因為有人覺得性就是講做愛這個事情 但是性代表很多意義 性別 性別認同 跟性有關 性健康 這些都可以叫性相關 不是有人很瞎一下把性就是講 性就是教做愛的事情 性教育就是教你怎麼做愛 可是並不是這樣子 那色情媒體的資訊呢 你看顏色 這就是高中的調查 男性女性都有接觸過色情書看影片 接觸長手為自己家或同學家其朋友家 反正就是說 應該說這個性的資訊 我覺得是很普遍的 就是 應該說大家不會把它拿到檯面上來提 可是這個事情存不存在 大家有沒有需求 有需求 我有的需求不是說有性的需求 是說你對這種 性相關的知識有沒有需要了解的需求 我覺得是有的 是存在的 可是大家不願意把它拿到檯面上來提 可是大家都會知道 你不去問人家 你以為自己上網路啊 要是你完全沒需求的話 你幹嘛要去查這些東西 大家可以想一想 那關於性態度的調查 就是說 這個常常被拿來提 就是說因為現在的人比較開放 可是是不是真的這樣的 當然這是有一些研究可以做佐證 這是比較舊以前 以前研究說 青少年認為可以發生性行為比例 以前認為只有19%到37% 3%到13% 看起來好像男生比女生開放 很多研究都這樣 男生比女生好像比較開放一點 2002年有 本人認為可以有信心 這些研究 那現在當然有些 網路的發展 網路研究 應該是說 這是在之前比較常被提到 我覺得好 N年前比較常被提到的話題 可是現在 網路研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比較沒有人 就沒有人特別在提 可是這個現象存不存在 我覺得應該還是有 只是好像不會特別在哪裡講 是不是說 大家覺得這已經是一個 社會現象 我就不知道 安全性 這個跟我們傳媒比較關係 37%的青少年認為 若兩情相悅 做愛時不必使用保險套 那大家是不是這樣想 可以想一下 性觀念開放 8% 贊成兩名以上性伴侶 5%贊成婚外情 這個算不算性觀念開放 對愛情的態度缺乏承諾 小於50%贊成愛情 是一生一生的謀死 那就是說大家對於性的態度上 我覺得很多元 現在對於性的態度很多元 很多看法都不太一樣 我相信大家也都有自己的看法 對自己的看法 所以對於性的一些 不管是剛講的一些知識 或是一些態度等等 事實上都會影響到性傳病的 一個相關的一些 防治的一些作為 這個是性的習慣 大家可以看到說 不同世代第一次性的年齡趨勢 反正原則上就是說 二年級生就是說 你是民國二十幾年出生的 就是這個意思 七年級生就是七幾年 反正他的趨勢大概意思就是說 你第一次性經驗發生的時間 在二十歲以前的比例有多少 那趨勢看起來就是說 那趨勢看起來就是說 比如說以男性二年級來說的話 他在二十歲以前曾經發生過性行為的只有2.6% 二年級大概就是阿公阿媽那一輩 可能阿公阿媽就是爸爸媽媽 可是像七年級生你問他說 比如說年齡七年級生他二十歲以前發生性行為的比例 可能二十幾% 我覺得這是一個 這是整個社會的趨勢 應該也不是台灣獨有 就是說 好像現在性行為發生年齡會比較早 不過老實說 在以前的年代 在你爸爸的年代 他們真的就沒有 二十歲以前就沒有發生性行為 誰會相信阿 不可能的事情 那大家可能會說 那怎麼 大家看到這個書就會覺得說 有這麼多人二十歲以前都有性行為嗎 那可能大家有人心想說 怎麼可能 旁邊的人都沒有阿 可能是有他不跟你講 也許阿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現象阿 我不是去討論說 而是 我不是去討論說 什麼提早發生性行為的對或錯 我覺得沒有什麼對錯 但是這是一個現象 這是目前要面臨的問題 所以你越早發生性行為 或說你性行為比例越高的話 你當然因為性行為發生的疾病的機會 當然會比較高 這是很合理 那你會做的對策 當然有很多種 第一個 不要發生性行為 延遲發生性行為 或是說性行為要有安全保護措施 或是要有正確的觀念等等 也許就是 在我面對這個性傳病的時候 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大家可以去思考 這是我們CG的調查 他是問第一次發生性行為 保養套的使用率 有使用的比例 反正不到五成 大概這樣子 應該說各個國家很多研究 第一次發生性行為 使用保養的比例 我看都沒有超過五成 都很低 大家也知道說 保養套可以預防性傳染病 那你為什麼不用呢 我覺得很好解釋啊 因為你覺得你不會得性傳染病 那你幹嘛要用 這也是蠻合理的解釋 所以說我們知道一個性傳染病 它不是單單就是一個疾病而已 它實際上還有很多的一些 比較複雜的一些社會問題 那我覺得性傳染病它 尤其是還要加上一些社會 心理環境等等的因素 我覺得沒有那麼簡單 那我們目前對於性傳染病的防治工作 還在回到公共衛生的一個觀念 三段五極的觀念 初段預防通常我們做的就是宣導啦 會教啦 就教導說正確的知識應該是怎樣 強調安全性行為 保險套的推廣 症狀及早就有關 就有一些正確的觀念 因為有些觀念的確還是不正確的 大家後面可以看到有些觀念 你就覺得 怎麼會有人這樣想 可是真的就是有人這樣想 那還有什麼易感族群 網路外展服務局 這後面再來跟大家提 國中國小國中都要有一些防治課程 大家可以想想以前你們上 現在是國中吧 國中是不是有健康教育課啊 高中也有嘛 你們在上的時候 他那時候有沒有在講性病啊 有沒有在講癌滋病啊 大家可以想想當初怎麼教的 那我覺得城鄉差距也是有啦 在以前的年代通常 健康教育課都是拿來上 數學課吧 就是拿來上其他 大家認為的政課啦 那可能還有人說 這個回憶自己 有些人有老師說 這個回憶自己看 就是 有老師也不敢講 或是他覺得講得很奇怪 或是他覺得這很不重要 在以前的年代 但是現在也許比較不一樣 當然健康教育課 比較有正常教學化的一些過程 就是還是會提啦 可是 是不是真的實行度那麼的到底是怎樣 我就不太特別拼了 那刺激預防大概是說 真的疾病要盡早診斷嘛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後面會再提 末端預防就是說 真的診斷出來說好有治療 避免什麼 避免殘廢嘛 複腺等等 大概是一些觀念 反正對於很多性傳病 大概就是 因為說你對於 不管什麼疾病 大概都有這些觀念 大概預防方式 倒數都差不多耶 一開始就衛教嘛 衛教 有疾病症討診斷嘛 然後可能診斷出來說好有治療嘛 大概就這樣子嘛 但每個疾病特性可能不太一樣 診斷方法不太一樣啊 治療方法不太一樣啊 他面對的族群不太一樣 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的作為 可是 那我就要去 就是要你要去活用吧 活用好 好啦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是類似床 那個有人諮詢的第一 就是有人在做 網路諮詢啊 我忘了床 從某某某地方摘錄下來的 這是有人會問的問題 請問我有去按摩店消費 因為跟小姐互動還不錯 結果小姐自己情不自禁 把內褲脫掉 而我幫小姐無套口 交約五分鐘 現在回想 應該是有吞下小姐的下體分泌物 請問有這樣算是危險性行為嗎 因為我二月十三號開始 身體出現喉嚨發炎 核瘦黃痰流鼻水 頭痛頭昏 身體發了 及食欲不振的症狀 請問這樣是否應該懷疑有肝癌的可能性呢 第二個問題是說 陰道家有用的套子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套子前端除菁癌 爬到陰莖的中間 這真的蠻奇怪 之後覺得套子很乾什麼 然後反正 怕沒裝水不知道是否有漏 就是說 應該說大家 他對於這個慣性傳媒相關的問題就是 我不知道說他是去抄 真的是把網路查資料 他覺得有可能把那一段整個貼上來 還是怎樣 反正就是 就覺得說有些問題就 是因為可能真的是不了解 有可能真的不了解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們擔心的是什麼 擔心就是擔心生病 可是有些擔心會不會有點 就是 因為不了解造成擔心 我覺得是有可能 所以就是有人會問這種問題 大家可以想想說 你會問這種問題 或者說你遇到這種 有人這樣問你 或者說假如說你是一個 你覺得自己覺得你的知識很夠的話 你絕對不會問這種問題 那他問你這種問題你要怎麼回答 你回答得出來嗎 這不就是衛教嗎 衛教你就在教導大家正確的觀念 那正確觀念就是有人不正確的觀念 你是要把他導正 那你要怎麼導正 還是你自己就覺得你導生不了 哇 這樣怎麼講 我好像也不太知道 大家可以去思考 好多問題 我看一下 這問題比較奇怪 不能說奇怪 就是 上週四去醫院做篩檢檢檢查結果是沒事 這外面有未疑似HR病患在走來走去 我跟那位病患接觸時候是還好 回家後我立刻去洗澡 但是我經過的地方我都沒有在用拖寶拖過 我就直接上床睡覺 這樣還需要做什麼處理嗎 他擔心是什麼 擔心生病嗎 就是怕嘛 然後 好 第二個問題 我今天要去看密尿科抽血 我傻眼的 有抽血的動作沒有把水抽出來 我一氣之下罵了幾句走人 回想幾下 診所很詭異 上網查過真的是一家黑店 我開始擔心他的針是不是有問題 雖然他的針筒是有包裝在打開 也沒有紅色的液體之類 抽血後 傷口並沒有流血 但我還是擔心會不會感染 所以重點是什麼 他就是怕感染 大家會覺得說 應該是說 當你擔心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什麼東西都會 怎麼樣都會看脫到他上面去 都會影響到他上面去 當然他們有時候 我知道這些網路上問的問題 有些都是假 可能是改編過 他根本就是 他寫的跟他問的不是一樣 他想問的不是一樣 但是就是扯一堆 然後他在問某種東西 有可能 或是說他是拜的 或是說他有改編過 都有可能 可能發生的行為 他自己把簡化了 有可能 但他就是說 我覺得這很常見的事情 就是你就是 我在門診最常聽到 最常遇到 比較常遇到是說 應該說 我去公共廁所 通常是說 有人被診斷是菜花 他說 他都沒有性行為 他說 可能是我去什麼 公共廁所 然後什麼 坐墊 坐上去被感染到 或者說 之前有聽過說 應該是上廁所 時候 可能就普通嘛 水有點滴上來 水溅上來 碰到 他的那邊 會音部 那邊就長菜花 就是有人會這樣 就是會這樣解 那我們可能一生就覺得說 嗯 但心裡想的是說 嗯 騙誰 對啊 就是 不是說不可能 當然說不可能 每個人都這樣 每個人都是 每個人都是沒有性行為 然後都會傳染性病 這是性病哪裡來的 這太奇怪了 太多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問題都蠻有趣的 大家可以看 這個有什麼問題 就是他去抽血嘛 然後他覺得他好像要拿新的針來幫他抽血 抽血之後 止血棉花也是拿 剛 旁邊感覺好像用過的棉花棒來止血 我回家之後就開始拉肚子 那他問什麼 這也蠻特別的 我想請問一個很白癡的問題 他可能就覺得 他自己就覺得這問題真的蠻奇怪的 我之前認識一個女生 之後我喝酒喝很多 然後有去汽車旅館 在有意識的前 並沒有對她們發生關係 之後就睡著了 我怕對方在我無意識的時候跟我發生五套關係 我醒來之後我還有穿著內褲 女生也走了 這樣有可能嗎 還是我想太多 你會怎麼回答 你真的想太多 真的 性傳病 應該是說 我就覺得很奇怪 很多疾病的問題都不會那麼 就 比較不會像 性傳病的故事會比較 很 就什麼故事都 就是他會 真的故事情的都會很特別 有可能頂多問說 我吃太多會不會什麼 體重過重啊 大概就是類似這樣問題 或者我要吃什麼比較不會胖 很簡單 可是 性病的問題就會有點 大家就會很奇怪 就會 怎麼會這樣子 我覺得真的是有些是知識的問題 那我們看一下知識到底是怎樣 我們針對十五到四十九歲男性 做一次愛知知識的調查 可以看到說 像大家答對的都還不錯 只是說 大家不一定完全的了解 這我不用特別在細講 性能иру 就是我剛剛已經提過 性能 try 有很多方面 不是代表只 性餘悅 性的認同 性關係 我就是很複雜 cheek 我就不在這邊細講 可是我剛剛特別提到 就是说,我觉得性教育是蛮重要的啦,可是就是有人就把性教育都担任说就是教做爱的教育啦,所以有些人会强烈反对说,为什么学校要教性教育,这样是教学生,教了之后大家都会都懂得怎么做爱嘛,是这样子嘛,我觉得就是狭隘的那一块啦,性教育还不知道说,教导怎么样预防性传病也是性教育的一环啦,上次也是这样,我觉得这跟教育体制的关系,我觉得单纯从公文卫生可能不是,就需要还有一个教育做结合。 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发展多元的材料,那我觉得这张大家只是看过,现在我觉得说,你要教育不再是实时半段的教学啦,你还是要做一个promotion啦,要做一个吸引大家的功能,才可以达到传播的目的。我觉得现在健康传播是很重要的意义啦,就是说,你要传达一个正确的讯息,你是要用很,像老师上课这样念过去呢,还是说你要用什么方法来做宣传,我觉得是现在大家可以做思考。 所以之后大家在做一些疾病防治的话,我觉得你要有一些想法啦,不是单纯从说,你要走人,你这个观念很好,说你这个方法很对,你传说你要传递这个正确的健康信息这个理念很好,可是你又觉得说我都是为大家好,可是你要怎么把这些正确信息传播到,真的想要你接受到这个讯息的人,就是一个学问喔,我不在这边特别细讲。 这个是,我们国家有设议,应该说我们CCC有补助一些同志健康社区服务中心,它一直大概就是说它在北中南都有一些地方,它就是有点像是性别友善,健康友善的一个中心,有点像,这个怎么讲,有点像一个聚会场所,或是像一个,就是你有相关的性别健康认同,或者是性传染病相关的咨询问题,就可以去那边啦。 因为我也知道说,第一个主要说我们刚刚讲,我们目前男男性性传播者,他是目前受伤到疾病影响蛮大的,那因为他本身可能对一些自我认同的问题,或者说他担心社会给他一些压抑,他比较没有办法去平常的得到一些比较正确的资讯,或是去正确的管道去就医,所以给他一个比较私密或是保护性的空间,让他觉得说舒服的空间,让他可以来这边寻求相关的协助啦,这是一个理念喔。 好,那上下很多,这是很多,应该各个县市卫生局大概都有成一类似的中心啦,不是说只有同自治才能去喔,异性念也可以去啦,就是你有认为,万一性传染病等等问题,实际上都是一些可以做相关的咨询的动作,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啦,现在是没有时间可以看了啦,那我们就跳过了,这只是国外的一个,应该就是国外的一个宣传影片,他只是在说,大家怎么宣导,他只有... 所以我就觉得,我该能不能点啦。 本来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你要怎么跟他讲说法典套很重要啊,你说法典套可以预防性传染病,所以带法典套很重要喔,这样讲吗? 这样而已嘛,还是你可以有其他事情,那可能不一定能连线喔,那没关系啦,就... 反正就是有巴典套公司,他就很创意的做一些影片喔,那当然我们自己也有做一些创意啦,那你觉得这个图怎样呢? 他是不是说有传染一种意念嘛,就是有广告,你看到图你会特别想看一下他到底在...他到底是在讲什么? 金钟罩嘛,他是不是有传递说,他这个保护的概念也是有一个吸引人去看的一个方法? 有待有保佑是一个平安福的概念嘛? 这跟以前一些宣传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强调,就是会需要说我们的宣传是多元的,跟有一些吸引力的,才可以让大家可以比较知道。 因为大家知道说,性传染病比较要防治的对象是青少年嘛,青少年喜欢什么东西? 可能一些比较新奇的事物,或是比较容易吸引他的东西,或是比较喜欢网路等等,或是喜欢明星,所以我们会以这方面做思考,做一些反应。 防治的概念。 罐子啊,这都是一个概念,直接跳过。 我觉得这个图也蛮有趣的啊,这个啊,就是... 一起温温飞上天,他大概就是飞毯的概念嘛,可是他也是... 大家可以想象说,大家可以知道他是在传达什么意思,就会有灰星以下,这种感觉。 所以现在,整个宣导防治大概有很多,大概卫生教育正会大家就往这个方面做。 筛检的重要性,我就不特别再细讲。 作品就是说,筛检的目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二极方,大概是刺激预防。 就像你早点诊断出来,有... 哦,HIV的概念在说,你早点诊断出来,你接受有效治疗的话, 基本上你的传染率几乎是没有啦。 就是说,疾病你有有效治疗的话,你大概不会传给别人。 所以不代表说,HIV的人不能有性行为。 他不能有性行为是怕说传给别人,可是假如他稳定服药的话,他不会传给别人。 基础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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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地人。 大家最近有看到那个什么,蔡英文跟那个朱利文,不是都有那个什么, 什么One Taiwan,什么什么One。 蔡英文是一个空,一个圆吗?朱利文就一个One吗? 那现在我最近看一个蛮有趣啊,就好像有什么产生器可以去做啊, 就有人写说HIV测不到,不会传染。 反正是他有用那个去做的,蛮有趣的。 反正只要说HIV病毒假如说测不到的话,传染机, 就算是你是固定办,你没有用保险套,传染机都是很低的。 就是这样的概念,所以这个概念跟以前不太一样。 所以艾志病防治除了保险套的概念外,目前还加上药物预防的概念。 药物的概念。 我特别特别的讲。 这是在渲染说你要去做筛检。 我可以大概讲一下,大概就是说, 他这个就是说你艾志病筛检好像很困难,大家就要去抽钱害怕, 那觉得是很难的事情。 就算大家如果要去做看牙医,你觉得牙医是很痛苦的事情,你不敢去看。 可是他的概念就是说,这个小男孩他在家里也在打手墙。 打到一半的时候,家人冲进来说祝你生日快乐。 那个阿嬷也冲进来嘛,那个场面就很尴尬。 那后面他带出来说,没有比这个更尴尬的事情。 所以就是说,做艾志病筛检没那么难。 就这个也是最尴尬的事情了。 所以说你去做艾志病筛检,你真的比, 就只是去抽过写这样而已啊,反而没有什么。 那大概是只有这样的意念在,这是一个宣传手法。 可是我觉得,有点另类思考。 反正现在大家如果要做一些相关介入措施, 我觉得都要有一些想法。 不叫一量不到效果。 医疗夫妇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现在要好好地治疗。 在这里艾志病做的例子,疾病只要好好的治疗的话, 原则上虽然没有办法治愈, 它还是可以稳定的服药的话, 它串力低的,它对自身健康也是好的。 它对自己的不再是四季黑死病, 它还是可以比较有长时间的存活。 它的平均移命比起一般没有生病的人, 因为上次差不多,不会差太多了。 我们现在有提供很多医疗服务, 执经院的医疗服务, 个案管理服务等等, 做一些后续的错误。 在各种方面, 知道我们对兴权的房子是花很多的力气的。 所以我提到清清楚的房子。 你看房子现在很多元, 要用Facebook做房子, 我们也有1922的Facebook粉丝团, 有些聊天室做房子, 还要做YouTube的房子, 还有对一些交友软体也有做房子。 应该说, 大家也知道现在有很多交友软体吗? LINE也是类似交友软体的一种, 或者现在有很多异性电交友软体, 同性电交友软体, 它是一个很方便的平台, 让你可以去交友, 甚至发生性行为都有可能。 可是我们可以利用那个平台做一些宣导。 这是以前想不到的事情。 那比如说, 请蔡阿嘎来拍片, 讲保险套, 大家有兴趣, Google应该都Google的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啊, 润滑液啊,就是, 就是用一个诙谐的手法来跟大家讲说, 到底什么叫做水性润滑液, 什么叫油性润滑液啊, 大家有兴趣可以上我们 机关署,CDC的网站看, 或是Google, 润滑液也许就CDC应该就可以找到类似的影片, 还蛮有趣的啦。 那包括国中国小跟教育部的相关合作,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所以说性传病, 很大部分跟性教育有关系啦, 性教育有钱人到教育部啦, 所以我觉得跟教育部的合作是很重要的。 包括希望学校开一些爱知通事课程, 还有大家专业一下设置保险套贩卖机。 我不知道台大有没有设保险套贩卖机啦, 我记得好像是没有, 不过好像听说是有学生宿舍的什么会, 大家有讨论过。 听说好像是这样的。 那设保险套贩卖机不是说设保险套贩卖机 就增加大家发生性行为的机会啦。 你不设保险套贩卖机, 大家还是性行为,还是这样发生啦。 只是说它就是, 我觉得它有两个概念是说, 你真的需要保险套贩卖机, 你可以方便的购买。 第一个是说它是有个宣导意在啦, 有保险套贩卖机, 比方说你重视这样的概念。 大家可以去想想。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网路媒体啊, 等等。 比较特别我觉得现在, 我们有在做的事情, 这个是, 但有没有办法用过美美的贴图。 就会请美美的画家来帮我画一个美美艾姿房子, 做艾姿房子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房子不是很死板, 就要结合各方的力量, 结合很多多元的东西, 希望吸引大家的注意,大概这样子。 比较特别的还要做一个, 这个叫做艾姿房, 就是说我们会请艾姿感染者先生说法到各个校园。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看过, 你知不知道谁是艾姿感染者? 我刚刚讲过全场有两万多人吗? 那你觉得谁是? 还说你知道谁是? 他的感染大概就是让学生知道说, 他的艾姿的想像跟他以前想也许不一样, 目前他面前就站了一个活生生的艾姿感染者, 好好的活在那边, 跟他们讲说他的生命故事。 我觉得那个比起十八竿讲说艾姿感染者, 我觉得那个冲击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卫生教育的手法, 所以大家也可以做一些参考。 最后这个我就, 这个主要是讲说, 应该说还是一些, 最后应该是提到说, 这大概就是说, 口同罩的分辨相就是说, 因为这个性传染病, 目前为什么会, 尤其艾姿病来讲的话, 主要是会牵扯到几个问题啊? 为什么艾姿病会被有一些歧视? 我觉得很大部分是跟说, 得到艾姿病的这些人呢, 他比较多, 背后的因素或他本身的身份, 本来就是在社会被一些污名化的一些身份, 所以有点双重歧视啦, 双重歧视啦, 所以对他们的处境来讲有时候, 他们就会怕说, 他就比较不敢去接受医疗服务, 因为他怕说被贴上标签, 那他既然不敢去接受医疗服务, 他假如真的生病的话, 那下场是不是就会不太好, 就是蛮惨的, 就是他的生病对他侵害是有影响, 我觉得这个歧视是蛮重要的。 我们结婚吧, 这个应该就是, 这就是说前阵子, 应该是前阵子的伊莎贝尔广告, 伊莎贝尔吧, 他不是有喜评广告吗? 就一个人, 中年两个男生嘛, 他们好像就是, 帮他们做一些宣传, 应该是他们拍的广告, 就是说, 主要讲到说, 原生在婚姻, 两个男生也是可以怎样, 大概有这样的意念在, 大家有心情可以做一些参考。 最后就是, 每年都有做一些民调, 大家说到底, 大家对艾滋病患的看法到底是怎样? 会觉得不自在的比例, 大概有四成的比例, 就是说, 看起来有大概六成人觉得说, 跟艾滋病患在一起, 他们觉得应该排OK, 就不太会有什么歧视, 不会不自在啊, 会不自在比例大概是四成啊, 所以这样一句话说, 好像六成人觉得, 这个社会好像对艾滋病患也是, 接测度也是蛮高的, 可是这换句话说, 四成人还是觉得, 可能是有点那个, 还是不是很自在, 我觉得还是有努力的空间啦, 后面只是, 这只是一些, 像性命不是只有, 或是艾滋病不是只有同性恋的问题啦, 就是不是只有同性恋才会得到, 很多其他也是要遇到的问题, 这只是讲说, 原来上, 大家对于性存命还是有点污名, 这个是因为, 怀疑被染性病所以就被砍死了, 就他可能觉得很, 应该说男生觉得他被, 硬招女害他染性命, 他觉得很羞愧, 他就要把他砍死, 就是, 他本身是后面就是对这个疾病的, 我们本身就对这个疾病是觉得很羞耻的事, 才造成这样的状况, 大家可以去思考啦, 好, 这个答案就是说, 对不了解啦, 你猜花物当痣状, 好, 这我刚刚讲的, 方言及我已经提过了, 这是一个有趣的图为, 所以今天比较是, 今天你从来讲了那么多啦, 翻译言上就是说, 大家当然了解都说性存命, 我觉得应该, 性存病的防治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啦, 因为他很大部分真的跟, 不是只有疾病那么容易啦, 因为防治就是很, 防治的作为我觉得很简单, 戴保险套嘛, 不要有性行为, 手针, 戴保险套, 单约性伴侣, 可不可以说, 就是现在到人性嘛, 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说真的要, 防治没有那么容易啦, 所以你除了当然想这疾病本身之外, 我觉得大家还要很大部分要考虑到说, 你所面对的族群, 所面对的社会环境是怎样, 那你应该去想办法说, 要发展出一些, 相对应好的策略啦, 那如果你的策略是好的, 但是你的, 传递的讯息不够, 或是你的管道不对的话, 就算有再好良好的意义, 你还是没有达到你要的效果, 我觉得, 不管是在性存病, 或是在很多疾病防治上面, 大家做公文卫生这个体育的话, 现在应该是要花很多心思在这个上面啦, 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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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